圣堂中安静下来 只隐约能听到远方传来阵阵喊杀声 六匹马能载六个人 可现在圣堂中还有四十多个人 这四十多人中还能站着的就只剩十三个了 即便不管那些站不起来的伤兵 这十三个人也不够分啊 虽说骑马也不一定就能冲出包围圈 但留下来真的是死路一条 谁也不想放弃这最后一线生机 我是指挥官 我来分配 沙姆威尔当人不让地说道 众人没有说话 这些天来 沙姆威尔的战绩他们都看在眼里 可以说 如果没有这位战斗力堪称恐怖的鹰嘴与男爵 他们根本不可能在多恩人的复兴地带坚守这么久 其实这次铁王做大军能够攻进来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在圣堂这里坚守了这么久 牵制了这么多兵力 因此 沙姆威尔这个指挥官 不管是论身份还是论实力 众人都是心服口服的 你们六个上马 三个河湾人 三个古地人 很公平地分配 而且最关键的是 没有山姆威尔自己 这样一来 被迫留下的人就不会有任何怨言 指挥官自己都留下了 你还嚷嚷什么 哥哥 我不走 迪肯开始嚷嚷了 凯撒大人 请允许我将名额让给您 卢卡斯也劝道 大人 是从卡图犹豫着也开了口 都闭嘴 沙姆威尔道 这是命令 不是在跟你们商量 快 上马 你们的任务就是冲出去 哥哥 听不懂我的话吗 沙姆威尔恶狠狠地瞪着弟弟 别以为冲出去就是生路 说不定你死得比我还快 迪肯死死咬着牙 似乎在竭力阻止自己哭出来 沙姆威尔不去看他 催促六人道 快 上马 这是命令 说完 他就上前去搬开挡住大门的天赋神像 亲王殿下 快走吧 别管这些人了 你们先走 我要为奥巴亚复仇 昆廷伯爵面色犹豫 奥伯伦亲王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 道 把你儿子也带走吧 快走 是 殿下 昆廷伯爵这才连忙领着刚成为亲王侍从的次子离开 奥伯伦亲王灌下一口烈酒 正准备下达进宫的命令 却突然看到堵住圣堂大门的那一堆东西居然被移开了 这是准备投降吗 奥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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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从大门中亮起 瞬间炸裂 并在多恩人的阵地上 撕开一道猙獰的血口 而那六人六旗正好 从血口中突围而出 山姆威尔展出这一剑后 微微有些气喘 他回过头来 看向身后站着的六位士兵 以及大殿深处那些 已经站不起来的伤兵们 露出一个笑容 都会唱七神之歌吧 众人沉默点头 眼神中已有死至 山姆威尔将燃烧的红剑 树立在身前 道 好 那就让我们高声歌颂七神 在他们的见证下 战斗至最后一刻 战斗至最后一刻 圣堂中的七人昂然而立 仿佛身后便是千军万马 天赋面容坚毅刚强 才觉谬误主持公义 歌声中 多恩人已经冲了过来 圣母带来生命之福 守护照看每位人妇 山姆威尔驱动 黎明 挥出第二剑 火焰剑光扫向大门 将冲在最前的几名多恩士兵 拦腰斩断 同时 不知是失误 还是故意 火焰剑光也击中了门旁 那一堆原本用来堵门的木质神像 顿时火光燃起 战士屹立敌人之前 守直弓矛盾建兵器 多恩人蜂拥而至 长矛犹如钢铁森林 黎明的剑光 犹如汹涌的山火 席卷而至 第三剑 山姆威尔全身发麻 手中的巨剑 仿佛变得有千军众 老玉年迈而又睿智 欲知诸人运途未来 歌颂的声音 只剩下最后三个 要结束了吗 山姆威尔视线开始模糊 火光在圣堂的墙壁上 开始蔓延 但 还不够快 然而 他提起黎明 却再也挥舞 不出下一剑 要结束了吗 多恩人的长矛再次围拢上来 他们的面容在烟雾中扭曲 变形 看不真切 世界像是突然慢了下来 短短的一瞬 却被无限拉长 拉长 拉长 砰 沙姆威尔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 砰 砰 砰 短促而有力的心跳 一下一下仿佛成了这个世界的唯一主音 血液在身体里狂暴涌动 他再次感受到了充沛的力量 不 绝不结束 黎明 重新燃起熊熊烈火 向四周挥出 第四剑 铁匠勤勉日夜辛劳 铁锤风香炉火燃烧 燃烧 炽热的火光圆环向外膨胀 扫过多恩士兵 将更多的神像桌椅木墙点燃 沙姆威尔再次体会到了思维停滞的感觉 原来刚才 他终于成功将精神属性转化为了力量属性 感受着身体里汹涌澎湃的力量 沙姆威尔哈哈大笑 手中巨剑再一次挥出 第五剑 火光击射而出 却更多地涌向了圣堂中的木质陈射 一条条火蛇疯狂摆动 在大殿中舒展着身躯 橙红的光辉让夕阳的光芒都显得逊色 他们深浅不一地覆盖大殿中的一切 美得诡异 美得可怕 仿佛龙燕 多恩人终于感受到了恐惧 外面的士兵不敢在圣堂中冲 里面的士兵竭力想要逃出去 新热的风在大殿中翻滚汹涌 山姆威尔却感受不到一丝燥热 相反 身上的青铜铠甲散发的丝丝寒气 让他仿佛置身冰天雪地 事业被烈火吞噬 身边已经找不到一个同伴 都死了吗 山姆威尔持见四顾 目光茫然 不 还没有 大殿深处 还有伤兵们在继续歌颂着七神 少女舞蹈空中飞扬 存于恋人 唏嘘感伤 她们的声音 微弱而遥远 很快被熊熊烈火所吞噬 世界变成了红色 山姆威尔主见而立 面前刚好是燃烧的少女神像 火光中 她的面容扭住变幻 忽然成了玛格丽 提莉尔的笑颜 但一转眼 又仿佛成了娇憨的那塔利 戴恩 到最后 火焰冻结成冰霜 她又成了绝境长城上那个 冰雕女人的模样 苍白如雪的皮肤 清冷如月的眼睛 头戴的冬雪玫瑰花环 心红如血 带我走 她对她说 她伸出手 冰雪女人 却如白雾一般消散 玫瑰花雨席卷而过 天空苍白如死亡之眼 当 火焰中 一杆长枪击射而出 正中山姆威尔的胸膛 与青铜铠甲 发出刺耳的金属刮歌声 山姆威尔 条件反射地挥出黎明 第六件 火焰光芒融入汹涌的火海中 却没有击中目标 红毒蛇 凯撒 奥伯伦亲王一手提着长枪 围绕着山姆威尔快速走动 显然很忌惮她挥砍出的火焰光剑 我要宰了你 奥伯伦亲王面目争鸣 来呀 山姆威尔双手持剑 目光并没有跟随红毒蛇而转动 只是平视前方 精神属性已经转化为力量 自然没法再加敏捷 山姆威尔知道 此时的红毒蛇对自己来说 极为致命 奥伯伦亲王绕着圈 越走越快 最后奔跑起来 山姆威尔干脆闭上了眼睛 猛然间 奥伯伦亲王的脚步一转 手中长枪犹如毒蛇出洞 在空中刺出一道模糊的光影 吃 山姆威尔竭力闪避 却还是被长枪扎入青铜铠甲的缝隙 刺进手臂下方的连接处 但当奥伯伦亲王转动长枪 猛然抽出时 山姆威尔却突然加紧手臂 将长枪固定在叶下 同时手中巨剑挥砍而出 第七剑 四八 绚烂的光幕在火红的世界中 也是那般耀眼 奥伯伦亲王立刻松开枪顶 犹如灵猫一般转身 但还是晚了一步 火焰光剑削去他的半边身体 左臂和小半个左胸都不翼而飞 左边脸颊上的血肉也稍焦融化 如蜡油一般滴落 哈哈哈哈 奥伯伦亲王仿佛疯了一样 一起死吧 说着就向山姆威尔冲了过去 山姆威尔再也挥舞不动巨剑 只能任由对方将自己死死抱住 两人犹如热恋中的情侣一般 翻滚进火海之中 哎呀呀呀呀 火焰将两人吞噬 奥伯伦亲王发出野兽一般的吼叫 而山姆威尔却面色平静 仿佛只是躺倒在柔软舒适的雨床上 不 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奥伯伦亲王眼见着山姆威尔 在烈火之中毫发无伤 吼叫也变成了愤怒而惊恐的质问 但他显然得不到答案 火蛇很快就将他的血肉吞噬干净 只剩下枯骨 山姆威尔轻轻推开敌人的遗骸 安静地躺在火焰中 任由火苗温柔地将自己包裹 手臂传来阵阵刺痛 还伴有一股异样的麻木感 但他此刻的心神 却被火焰中跳动的幻象所吸引 那是一幕幕模糊不清的画面 在歌再舞的狂欢宴会上 国王乔佛里傲然而立 嚣张地吼出听不清的话语 鲜血如大海一般汹涌而入 吞噬了整个天极城 无数具可怖的尸体在血海中沉浮 一席红袍的妖艳女巫站在自己面前 喉尖的红宝石闪烁着诡异的火光 犹如跳动的心脏 画面最后定格在碧蓝的天空 一颗火红的彗星疏然划过 拖出绚烂的长尾巴 星辰气血 感谢观看